你才竟在运通 点钟及时节盘 节盘看完 对你的操作 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那台股的一个架构 在昨天很明显的 回档五天 收缴止跌 那昨天收缴止跌讯号 当然是很明确 那今天台股呢 一样 早盘稍微有回档修正的 五三点了 那目前来讲 小跌十八点 一样再度的收缴止跌 所以这两天 其实它的一个 整个获利性的卖案 其实已经有减轻的一个迹象 所以这行情 其实真的不会太难 台股的一个筹码的一个稳定度 对第四季的年底大作战行情 绝对是一个真面意义 你要积极的来把握 不要因为台股成交量的低迷 就忘记了每年度 年底的大作战行情 今天他们成交量 目前只有397亿 预估量的 大概应该是500亿左右 增加100亿嘛 所以你可以让台股呢 今天可能出现一个近期的新力量 那如果依以前的 很多人对大盘的量价结构分析 量先价型 所以这个盘破底 这个盘还有低点 是不是这样说 我已经告诉过同名了 台股现在的一个均量 低于1000亿 已经变成常态量了 既然变成常态量了 大盘其实没有所谓量价背离的问题 如果要说量价背离的问题 你就被嘎死了 真的是这样啦 你看从今年度的 一月份嘛 指数大概在 7、6、2、7嘛 现在93、99、9400嘛 大盘数大概 这样是几点啦 一千 大概八百点左右啦 一千七百多点嘛 从今年度一月份到现在啊 如果你都认为 大盘都没有量啊 这时候 整个年度的一大盘成均 的一个成交量 均量 没有一个月 它是超过一千亿的 如果你因为大盘没有量 你就认为这个盘应该要走空 这盘应该要下来 你就被嘎了一千 大概一千七百点左右啦 是不是 所以 不要有以前旧思维 以前旧思维 大盘要涨一定要有量出来嘛 但现在呢 不需要 因为常态量已经出来了 只是说这个潜贴性的一个市场 面对这样的一个低迷的量 你要更用心选股 你要花一点时间做功课 你才有办法选择到 所谓强势性 而且是机油股 才有大波段的行情啊 所以 比较有之前的旧思维啊 没有量 没有量 你看一下 台积电不是涨翻了吗 台积电是两千六百亿股本的公司 大盘没有量 以前你认为说 这种大型的股票不会动啊 是不是这么说 没有量的大方 大型的股票都不会去 台积电涨到一百九三了 大力光指标性的高价股呢 涨到快四千块嘛 所以你现在 对台股这种潜贴性的一个架构 你要把握住的原则 就是我一再跟你 重申强调的 买进强势性的机油股 不管是它大型股 还是小型股 只要它基本面够强 那才是你选择布局的标的 你应该知道我意思了 股价终究要反映基本面嘛 为什么台积电可以涨到一百九三 大力光可以涨到四千块钱 股价有没有反映基本面 所以你还在认为说 台股没有量 所以这个盘要完蛋 这个盘每一档个股都会下来 你真的会被嘎死 你从今年度一月份到现在为止 台股的成量都没有超过一千亿啊 对 你不是有沿路的看空 空到现在 你不是口袋空空 一定是这样嘛 你自己去断定就好了 当做七千六嘛 现在九千四啊 做多比较容易赚钱 还是做空比较容易赚钱 这是简单的逻辑道理啊 台股涨了一千多点嘛 那是不是大部分的股票 都会往上走高 当然只有少部分的股票 比较基本面有疑虑会走落嘛 这是一个 目前你所面临到台股 你要做出来的多空方向 大盘给你是个方向跟策略引用 我常常这样跟你分析跟解读嘛 方向对了 策略对了 做高比我们现在探紧 方向如果错了 我不相信你多会空 对 每一档股票都每天空 空到最高点 总有一天是空对的嘛 没有意义啊 为了之间就是一套啊 怎么可能每天空空空空空空 对台积电你每天空空到最高点 大立光也是从一千块 一千块大立光就有人在做空了 两千块还是有啊 现在涨到四千块了 没有人敢做空啊 那不是这样 所以台股的一个架构 这两天都还不错 都有开地走高 收脚的指叠讯号 还不错啦 真的还不错啊 上次你也看到台股呢 从高点下来 五天嘛 五天转折啊 上上礼拜出现一个绝佳的副据点 我们告诉你 买股票 不是卖股票 结果台股呢 就涨到九千四嘛 那从九千四又回档了几天 五天呢 那你才刚好 时间波的一个波动 废次系数五天就要转折 天线你符号 缩脚指叠 当然是买股票的时机啊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昨天 我的动作是买股票 因为该卖股票 高档区都应该要八档了嘛 是不是 所以 目前的行情的脉络 你所要布局的 依然是强势型的机油股 不是强势股 好吗 强势股 现在很多分析师跟着后面 每天在追强势股嘛 但是没有用啊 如果没有基本面 做后盾 做加持 谈话一线啊 每天都有强势股啊 电脑爱言都有啊 那如果每天你都在 最不一样的强势股 到头来 一场空啊 因为光是交易成本 就侵蚀到你的一个整个资金嘛 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档冰川 我们在9月8号 已经跟你分享过 我对他后世的看法 我说他最新八月言收 经营度的新高 每年成长率高达47%嘛 我说 接下来有可能走一个 主身段的延伸坡 也就是说3-5的一个阶段啦 那如果没有主身段呢 至少还有一个陌生段嘛 所以我在9月份已经断定 冰川还有一波段 波浪理论的看法 在今年度的一个技术班 一样会跟你交道会 所以自己预约报名参加 那整个冰川的一个架构 9月8号主身段的延伸坡嘛 当年很漂亮亮灯嘛 那我告诉我们会员 预计隔天 明天就会过高 结果9月9号呢 真的过高 来到22点期创新高啊 那既然创新高 确立一个主身段的延伸坡嘛 所以当他回档9月10号 黑给棒 大胆再买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对一档股票的见解 当他回档修正来到22 那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介入点吗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 推荐跟分析啊 9月份 冰川的一个架构 你这样 其实都在22块钱上下附近 震荡整理啊 那经过一个多月 股价强势横向整理 它没有跌哦 它只是做一个横向强势整理 把一个所谓的符合呢 稍微再做清洗啊 因为该来的行情还是会来嘛 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过程当中 我们在上礼拜三 看出端宁 我认为它即将发动 所以我在礼拜三 10月26号上礼拜三哦 冰川 10点02分 你看一下最新的9月营收继续走高啊 年增长率高达23%嘛 所以我们在上礼拜三告诉会员 22块半附近买进 当初价位在22.4啊 所以礼拜三的动作 所给你的是一档股票 还没有冲出去之前 你要先卡位 你要先布局嘛 接下来你就没有所谓最高的问题 你要买在22块钱附近啊 你自己看一下 好不好 9月8号的一个冰川嘛 主身段延伸波啊 当初价位是不是在22以下 没有错吧 所谓过高隔天就过高 过高之后压回呢 9月10号当初价位是不是在22块钱 大胆再买啊 我买进的成本就是22块钱附近啊 所以当上个礼拜三 对 你看到冰川的基本面继续走高 那你也看到我给你一个资讯了 你会不会把这档股票 成为你的一个核心持股 基本面的看法如果没有改变 依然成长 股价即将发动了 上礼拜三26号 22.4可以买 上礼拜三26号 脸书社团的一个冰川 对它的基本面的后市 有继续追踪继续分析 这是我们给你有价值的地方啊 盘中要会买 而且要买对 什么是强势肌肉股 你看到礼拜五冰川一开盘就涨停了吗 礼拜五你看到它亮灯涨停 你敢去追吗 但如果礼拜三 你已经先买完了 你已经先布局完了 就没有所谓追高的问题嘛 这样不是真的赚到一根涨停板吗 而且一开盘就亮灯耶 大家当然会鼓掌叫好啊 是不是 礼拜五一开盘亮灯 礼拜一呢 昨天台股盘中是不是跌了112点 冰川 跳空 大涨 两根了 扎扎实实的哦 对 赚掌停板是要靠实力哦 不是亮灯掌停板再来数掌停 那没效嘛 所以整个冰川在上礼拜三 22点四买啊 礼拜四盘中就大涨了 礼拜五亮灯 昨天礼拜大盘开低它开高 直接攻涨停 那昨天的冰川呢出现1万2000多张的一个新天亮 那你认为接下来还有没有高点 我们在盘中就告诉会员 冰川再度的亮灯 那出现1万张以上的新天亮 还有高点 不急着卖 昨天当然不是卖点啊 对 昨天怎么可能会卖 亮相价型的概念啊 很简单 所以今天冰川呢 开低 怎么样 有过高吗 有出现高点吗 没有嘛 那盘中有没有往上拉出现高点 今天最高是27.6 是不是创新高 所以你看到我们一个操盘的一个节奏性 相当的稳健 持股不用太多 面对台股低量的格局 资金集中化 你能做股票 两三支就真的有够了 如果是不可以做股票 每天都你两三支不一样 变来变去 够好 不好嘛 我们要的是把你的资金花在刀口上 不管这个行情的一个脉络是如何 一档股票如果有大波段赚大波段 有小波段 我一样带给你稳定的一个价差利润 所以呢 我希望在今天台股 盘中虽然有一点压回啊 但是一样收脚是跌 跟昨天很雷同啊 指数还没有过9400 但是买对强势性的机油股 这样有没有二十几% 冰川啊 从礼拜三这个关键性时刻 我每天说买不停嘛 不过你嘛 白沙 对 感觉要动了 知道要动了 买下去礼拜四就大涨了 礼拜有亮灯 昨天礼拜有亮灯 今天呢 又创新高啊 那不是一个一档股票 很完美的一个操作嘛 所以对于现在的行情 如果你想学功夫的 今年度的年度技术班 好没有 欢迎来预约报名 先把我的一个超盘新闻 带回去看 DVD的教学光点 带回去好好的仔细研读 技术班课程 你来上一天课 我保证你 马上就可以上手 谢谢大家 再会到前面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最大端线 名额 27810909 27810909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新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领加力气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即可获得入区专线 名额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名额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触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休息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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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来看一下盘面有没有太大变化 目前指数小跌大概16点 呈量低米剩422亿 入估量大概500亿上下 所以今天台股呢出现一个所谓的新低量 那新低量会不会有新低点 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我已经重申了 台股的一个架构呢目前没有所谓的量价背离的问题 没有所谓量价背离问题 你只要把握出一个重点啦 台股现在从满面很稳定啦 低量已经变成常态嘛 现在音乐员都苦哈哈 没什么单子啊 看大门成像就知道啊 对 全台好几万个音乐员在生活 靠股票的一个交易 维持他们一定的生气嘛 所以当市场上其实很多人很悲观的同时 你更应该站在对立面 反向思考一下 低量的格局 这些资金会往什么股票靠拢 难道不是要基本面最强的吗 打荣情会探紧啊 那不是这样 所以强势吸引机股股 就是你布局的核心啦 一档股票的价值 在股价还没有冲出去之前 你要先知道它基本面的好嘛 那一位分析师的价值呢 当然在一档股票还没有冲出去之前呢 领先市场带领会员先卡位 先布局啊 亲爱的朋友 这档冰川 八九月圆收 是不是继续走高 我会没有发现它基本面的好 股价上礼拜三冲出去的吗 还没有呢 二二点四可以卡位可以买 对 强势整理的一档个股啊 很漂亮耶 强势整理啊 它哪有什么跌 它哪有什么跌 没有跌啊 从绝对面到现在为止啊 哪有跌 没跌啊 没跌 就是好股啊 因为我选的股票 就是品质的保证嘛 不是机油股 我不会带你买啊 你放心啦 所以礼拜三冰川它没有动 买了之后 礼拜五就动了 而且一开门就亮灯 昨天礼拜二度亮灯 出现一万张的新天亮 我介绍股票量很大啊 要符合我们会人的需求嘛 那不是这样 这样费人要一百张 或是四九九 好进才好出啊 那才是有一定的绩效啊 不是介绍那种几十张的 几百张 个人逛冰川是低价股耶 二几块钱的股票耶 二几块钱的股票 一两百张怎么可能符合我们会人的需求 不可能嘛 所以呢 出现万张以上的新天亮 还有高点不急着卖嘛 今天的一个冰川不是创下新高 来到二七点六吗 对 股票还没有冲出去钱 你要先知道它的好 股票还没有 涨两根涨你买以前了 我们先待会买 嗯 我们领先市场带领会部局 所以整一个冰川的一个架构 它是往上走高 而且领先大盘 创新高 大盘当然还没有过九千四嘛 还要在那晃来晃去嘛 对 那强势性肌股的领先大盘过高啊 强不强 强 但是当你看到它创新高了 很强的 你已经落后我们二十几%了嘛 所以邀请你第一个时间点 来跟我卡位 这一档元泰 8月23号 领先大盘创高的强势股 营收都继续走高 新天亮啊 懂没有 四万多张啊 你们看到 四万多张啊 每位会员都买得到啊 8月23号离给元泰 2.3买啊 卡位 卡位完 有没有冲高来到24.7 这样不是十几%吗 8月26号是不是有利多 元泰智能标签啊 它是今年度的明星级的产品啊 我看我元泰里有就是这啦 没有错 只是说它利多消息 公布了 短线你不要去追 追了短线会痛啊 是不是 所以有利多不要去追 打下来我带你买 有没有从高点24.7 打到21.95 当天急杀啊 来到中文教支撑 站在美方 你有没有跟我买啊 亲爱的朋友 这是第二次的上车点 9月2号 当天盘中急杀 并非跟我们资格票 那天在抬 我当然是看到赚钱的机会 那头面呢 你是看到跌顶板的一个 惊吓的感觉吗 这样操作结果一定不一样嘛 所以为什么一档股票杀下来我敢买 我们对一档股票的 不然它的量价 筹码 形态的掌握 相当的精准啊 强势心有股 来到支撑 你要会低接 对不对 所以呢 邀请你来上今年度的年度技术班 我会把20年一个超盘心法传授给你 我会讲得很清楚 因为有些技术层面的独门的绝招 电视当中当然不会讲啊 对吧 工夫一点管嘛 工夫还是没隔壁嘛 我当然要保留一些给我们的一个 支持我的会员啊 所以今年度的一个技术班 有一些超盘心法的个人绝招 我会在当天传授给你 那是无价之保 我不是青菜公公的 比如说啦 讲一些 一般人不会分析的东西 如果这一条是均线 不管是时日线 月线 季线 年线等等 那一档股票 这样走走走走到这边嘛 到底来到均线位置会往上走高 还是会往下走低 这关键性的一个转折位置 你会不会判读 跟什么有关系 跟均线 跟量价都有关系啊 关系到它直接突破均线 如果可以突破均线当然是买点啊 但如果会下来这边是一个卖点 或是放空的位置啊 所以呢 如果 这个关键性的时刻 你可以判读出来 股价会往上还是往下 你不用来听我的技术分析 你是高手 我直接这样讲啊 如果你会的话 那如果你不清楚 不了解的话 今年度的年度技术班 好好的 把握一天的时间 我会把二十年的一个操盘的一个经验 把所有的精华 无私的传授给你 要开技术班就要把最好东西讲给你听啊 不然就不用开啊 我以前哪有办什么技术班 我希望你可以想通 好不好 这是无价之保啊 我不太清楚给你判读 你知道吗 所以整个元太 9月2号 2.8你敢买吗 站在买方啊 买完是不是冲高 来到25.85 当天提醒你不追 压尾可以买 因为还没走完 我是不是讲得很肯定 还没走完嘛 其实我暗示的是 他有机会再过25.85嘛 他从25.85打下来 打下来到24 24以下 我说趋势不变 站在买方 我已经提醒你了 压尾可以买嘛 是不是有高点压尾让你买 24以下都可以买 不买 再度的创高 出现新电量 当然不用剪嘛 是不是 10月18号 获利性卖要出来 我说不用卖啊 当天盘后节目写给你看的 不用卖 10月19号 强势性整理 我们告诉你 整理完之后会再走高 上礼拜三 有没有走高 来到28.7 再创新高 哪一个位置你跟我低接的 你没有赚钱 你来吹蛙 是不是 我讲的很肯定啊 电视观众很幸福啊 第一档你都有跟我上车的 或者是你真的短线的高点你都去追的 至少我给你股票你都会让你赚钱 多让你解套 不是解套而已哦 肩赚钱哦 所以整个元态呢 10月26号创新高之后 我在隔天27号卖 因为27号的元态 创高后涨不太动了 早盘平板之上震一震 杀下来了啊 那我认为不对 拉高就出 28以上就卖出 9.43分嘛 当中价位是在28.15 你自己对时对价啊 所以整个元态我在 10月27号上礼拜四 28.15就卖 就拔档 这是完整的 整个大波段操作 从8月份 到上个礼拜四 10月27号 拔档 拔档啊 其实元态 我在给予会员的传承稿里面 那时候就讲到目标价了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嘛 我是预计28块钱 那当然我也希望说 我看错 浪费很多赚一点啦 只是说 行情的研判 你要懂得当机立断 当一档股票创高后 涨不太动了 该卖还是要卖啊 28.15上礼拜四卖 上礼拜四卖 这个位置 这就是一个大波段的操作 这不是简单的 三言两语 可以带完一档股票 好不好 所以整个元态呢 回档下来 目前为止 我可以告诉你 我没有接回啊 我没有接回啊 那当然跟所谓的量价 筹码 有点关系 所以这个行情 不会太难 好不好 第四季 到底哪些 符合 作账的强势机股股 邀请你来布局啊 这档股票 今年前三季获利 赚超过去年度的整年度 基本面够强 形态 昨天礼拜 强不强 出现进行的新天亮啊 这档股票 今天盘中 涨了快 5% 半根涨停板 这是我们作账的 其中一档机股股 如果你要 积极地 迎接 目前最好 这一个季度的一个 作账行情 欢迎你 直接加入我们行列 如果想学 功夫的 20年传授新法的技术班 也欢迎来电 预约报名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尊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阿菲特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集合会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严家力气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立刻不打入会专线 赢了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头顾蔡老师 运用阿菲特价值型策略